那我们看一下本课的关键句型 在本文中间我们重点回顾一下 去掉引号把直接英语变成建立英语的用法 而在前面的第15课 39课 63课 我们重点讲解过去掉引号把直接英语变成建立英语的问题 而在本文中间简单做一下回顾 比如说陈书句的转述 也就是去掉引号之后把句子变成了 He said that He told me that He asked that 等并语从就的形式 OK 好我们现在课文中间注意一下 文中所有句式如何变成间接英语的 OK That's the key structure